新冠肺炎一賣 再次籠罩澳門 各行各業都大受打擊 至古人士亦不例外 其中又以的士司機首當其衝 未計算疫情 我勤力12小時 做足12小時 平均一個月有28000至29000 很大影響 今天來計算 從今早5時開工 做到現在 只有200多元 我連車租、油都未夠幾 現在仍然在虧 一定要做12小時 希望足夠400元 昨天都更好 昨天星期一 真的可以做到400多元 12小時 10小時 自己還有一百多十元 收拾一下 師傅表示 在新一輪疫情陰霾之下 車租雖然有回落 但因旅客量大減 而導致生意大跌 無論是在的士站排隊 又或者是市區內搖行 幾小時接不到一宗生意的情況 時又發生 無論是司機 或是的士車主 都舉報為奸 情況慘淡到 他知道的一些害群之馬 都一早來搶 應該就沒有了 那些人都不夠膽 其實那些害群之馬組 已經離開的士界了 根本他們找不到食物 他們找到錢 才會適合客性 即使現在樓仔都是真的 是真的賺錢 好像我有個行家 他一家四口 只有他駕駛的士 他不吃 兩個小朋友都吃 剛才跟我說過 他由今早5時半出來 做了180元 其實他真的很辛苦 面對隨時入不敷出的工作 很多司機選擇停業或轉行 師傅亦理解的士車主 以及政府的難處 而今唯有希望疫情 儘快過去 其實很多同事都有些下歐車 因為根本他們都找不到食物 如果駕駛的 你要虧駛的 他們很多都不駕駛 希望好像最初疫情 在富康拿錢來幫助司機 幫不到我們 其實希望快點 澳門市民每個人都沒事 這段期間十多人 正常班就開始慢慢游泳 除了的士司機之外 在作為旅遊城市的澳門之中 還有千千萬萬人 一樣舉報為奸 如今唯有做好自我防護 才可以盡快戰勝疫情 恢復生活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印象局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